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同志一帆人》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现在在新疆学习的彭丽群 彭丽群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以前在北京住了四五年 前年我回到美国开始做研究生 我也是研究中国和中亚方面的一些关系 一些关于新疆的问题也是研究 然后今年我是在新疆开始学习维吾尔语 但是小鹏和新疆的渊源其实不仅仅是从这次开始 他以前我知道在乌鲁木齐也住过 是不是 对 我们两个人认识是从乌鲁木齐来北京的火车上 那时他还在乌鲁木齐教英门 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在火车上的这个奇遇是怎么样 人碰到的怎么会当初跑到新疆去的呢 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是在美国上过大学 毕业之后我是也在纽约工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纽约的生活虽然好但是还想有点多些那种中国的一些经验 我以前也来过中国 我长大学的时候来过中国留学 不过那个时候我在北京也也知道了一点关于那个维吾尔族 可能你知道你有一个新疆村吗 在以前在维吾尔族那边 所以以前在那边吃饭 然后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 我觉得那小续民族比较有意思 所以决定回到中国的时候 我想去一个有少许民族的多一些地方 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机构帮我联系向那个学校 他们说乌鲁木齐有一个学校要请上聘一个外交老师 所以从美国的繁华的都市纽约 一直到中国的西北边疆乌鲁木齐当中的这种传奇是非常有意思的 而且小刚本人也是来自新疆 所以你们当中有很多的渊源 那新疆又是很多中国人都不一定很了解的一个地方 更不要说当中的同志的这个情况了是不是 我们在接着往下谈之前 我前一段时间去新疆做了一个外景采访 所以我们看一下新疆到底什么样子 同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个当地的一位同志 大家好我是小刚 这里是同志一凡人外景组 我们现在在冰天雪地的新疆伊犁 我们待会将去采访一位当地的同志人士 请他谈论一下在小城市 作为一位同志人士的喜乐哀愁 在我旁边坐的这位先生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他叫小鱼 他也是当地的一位同志人士 伊犁市 土生土长的 土生土长的 我知道你是回族对吧 对回民 所以说因为回民的宗教习惯和汉族不一样 所以说对 做一个同志来说 当回民同志是比当汉民同志男 这倒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是在如果是穆斯林国家可能会严重一点 在这个中国还是比较大家可以还算理解的 我觉得在一个小城市当一个同志最难的部分在哪 就是不能太随心所欲了 一直就是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或者是严心举止 而且最主要的是必须要一个要结婚 这结婚这个问题在小城市里面是比较 我的看法是比较严重 所以你觉得你那些朋友他们都经过结婚这个这一关吗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结婚 都结了婚还是正还在婚姻中 在婚姻中 在是他还是同志的姓 那那个我也知道有一部分人就是结婚然后离婚 好像大家走了这一走了这一遭就好了 就是把这一关过去就好了 你觉得这种情况会是怎么样 走一遭就说是你说好了 那是我觉得就看什么情况 如果他结婚了以后 他不可能离不了婚 我觉得他还是很痛苦的 如果是他离了婚以后 他又要顾及到所有社会家庭的压力 我觉得他同志结完婚以后 他很难离婚 现今这样的一个情况里 你就觉得在小城市里 你觉得那些人是应该结婚的 还是不应该结婚的 我觉得自己能坚持 或者是自己有毅力的话 我觉得还是能不结婚的好 你觉得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这点肯定是我个人能力做不到的 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就是就看自己的坚持吧 我就把印尼市比如说是一个大城市的一个小区一样 别人知道我是同志我就会压力很大 因为有很多认识的人 因为土生土长的嘛 有好多认识的人 或者他就会给你很多压力 还有家庭 家庭里对家庭的那种压力也很大 你觉得那个压力是什么 人就是歧视你们 就是对 这说明白的就是歧视同性恋 他们都会怎么样表现 比如说不要和你磨儿或者 如果是过激的话 就是不和你忙 然后就是在后面去说你在家里人说你是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一个同性恋 就会说很难听的话 家里面就会对你有看法 对你有压力 本身这个小城市的这个同志圈就相对就会小一些 如果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 互相感情又很稳定的比较难一点 就是大海捞针一样 如果是大城市里面可能人群多一点 我选择余地可能多一点 接触的人面就广一点 但我想听说就是在 比如说人家说在小城市 好像你找到一个人以后 你就更容易长相厮守 反而在大城市呢 人的眼睛都比较花 就是大家就好像选择太多了 反而都有点迷失了 所以你是怎么觉得 我觉得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 我觉得两人感情很重要 如果两人感情好 必须问殿下来 就和一心灵可以成家结婚式 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是你是在大城市演话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那还是对你感情不真 所以你自己期望以后 你希望自己以后 能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 我倒是很希望是这样 希望也有以后有机会 就是两个生活在一块 你想过要有孩子这些东西吗 我现在就要想 想另一样 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很难做到 有很多维族人喜欢上汉族人 或喜欢上维族人 或者维族人 喜欢上维族人 汉萨克人 克尔克兹 但是因为还是有宗教 和不同的文化宗教 和习俗的背景 所以这些人这一块 是不是也是会比较难 我觉得这个民族差异 倒是不是很大 如果两个人 如果是真的是有感情的话 我还是总是在谈论着感情 如果是两个不同民族 有感情的话 不管是什么民族 都可以在一起 说生活器官上面 我觉得同性恋 同性恋 我觉得可能互相 家庭方面的干涉就少了一些 在宗教这一块 我要和一个维族人 维吾尔族在一起 我觉得大家还觉得 道不觉得是什么 如果是我和一个汉族 经常在一起 或者是我同民族在一起 这两个人可能有问题 他说和维族人 可能不会产生什么 统治之间的关系 是吗 为什么 因为觉得大家在大家的印象中 可能民族人 那个维吾尔族 可能是没有统治的这种情节 可能在里面